杨子流年不利被孝战连类新剧播出成迷,与吴亦凡合作现番位执政。 随后,杨子又和当红了好几年的吴亦凡合作电视剧《亲三行》。 这部剧原著人气很旺,加上杨子吴亦凡的人气,自然备受期待和青睐。 热度不输与孝战合作的余生请多指教。 本来以为杨子会凭借与孝战吴亦凡两大帅哥合作好的电视剧事业在上层楼。 可惜这样的好机遇,却有点像烂桃花一样。 是把双刃剑,成也萧何败萧何,因为孝战和吴亦凡,杨子本来应该坐收关注, 却变成躺枪,是非不断或者流年不利。 而杨子与吴亦凡合作的新剧《亲三行》更是一波三折。 从官宣开拍起,两家粉丝就开始了番位之争的口水战。 最近复工,亲三行主演杨子吴亦凡的番位之争再次开始, 而且事态不断扩大严重,不少明星都被牵连,真的担心这样下去。 不仅让杨子吴亦凡两位本来无心争翻的明星关系变得尴尬, 还会引发恶劣影响导致这部剧流产或者夭折。